目前安卓微信发布了8045测试版,这次更新也带了一些新变化 首先,播放界面进行调整,之前的倍数在播放键的左边 但现在来到了上方,点击后即可选择想要的播放倍数 之前的定时关闭功能没有了,现在需要点击这里的分享 定时关闭,另外有部分小程序进行优化 之前菜单栏和关闭键在右上角,但现在它们被拆分 关闭来到了左上角,菜单栏依旧在右上角 而且按钮比以前也更大了 从微信的发现界面进入小程序 点击右上角的人形图标进入个人中心 现在它加入了一个,发现小程序更新化推荐 开启后系统会根据用户的使用进入 推荐一些你可能感兴趣的小程序 从发现界面进入看一看后 之前右上角有搜索图标 进入某个订阅号主页后 它这里会显示已实名 另外查看账户信息时 这里还会显示号组的真实姓名 当然,这个需要它粉丝达到50万以上才会显示 而想要体验的朋友也可以在这里进入获取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